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刚才一直在拍摄的没有注意时间 我现在有点赶不上飞机了 我没有想到 因为它录的第一支Vlog 就有可能赶不上飞机 hello 大家好 我是娱娅 我现在手里拿的是最新发布的小米CVR 哇塞 它真的太好看了 然后它现在这个叫做小白裙款 也是这一次一个非常具有辨识度的款 它的背后真的是这种凹凸有质的 它是有纹理感的 然后特别像咱们的那种褶皱裙 就是你转动起来的时候 那个裙子的弧度 然后质感上面呢 在光线的下面又很像贝壳 就是贝母 贝壳上面那个光泽感 反正我打开的第一眼 包括它的这个纹理的设计 包括它的配色 好看 然后另外一个的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 它也太轻了 就它已经轻的让我觉得 它不像一个手机了 你知道女生对于重量 其实真的非常敏感 因为我有时候拍vlog 太重的手机 我这样单手拿着的时候 是真的很沉 但是现在它 就完全没有压力 然后刚好我现在录制完之后的 下午马上啊 还有一个小时不到 我就要出发去机场了 然后这一次呢是去上海出差 所以全程我打算就拿着它 给自己拍点美美的照片 然后录点vlog最重要的是 这么轻 续航能好吗 所以带来这些问题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出发吧 我刚才一直在拍摄 没有注意时间 我现在有点赶不上飞机了 我没有想到 又拉路的第一支vlog 就有可能赶不上飞机 而且 我刚才打包行李的时候发现 我身份证往家里了 啊 我现在要先回家取身份证 这一段是我跑着 用小米CV2来录制的 但是我保证这不是节目效果 是我真的来不及了 然后我上了车才发现 我不光是这个 我戴着隐形眼镜 所以我的框架也已经忘带了 那我走到那把隐形眼镜摘了之后 我就成了瞎子了 走了 拜拜 拜拜 OK现在完成了第一步 拿到了我的身份证 然后接下来我们现在是两点半 然后应该可以三点前赶到 赶到机场了 搞不好我还有时间吃个饭 我好饿 师傅笑话了 又是一个粗心的 师傅你们是不是经常遇到粗心的乘客 我去首都机场 到了首都机场 在一个大县机场 我说啊 什么情况 你别吓我师傅 我看看我是哪个机场呢 现在去机场的路上一路畅通 所以我的心情也逐渐的没有那么着急了 拍个照 然后大家看现在后面的是大逆光 对吧 他刚才自动调节过来了 然后拍几张照片看一看 看一看他的逆光拍摄 我怎么这么敬意 都这样了 我还想着再做测评 还想着再给大家录小米CV2的视频录制 你好意思不关注一下吗 好了 看到机场了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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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 差不多 我真的是太爱大型机场了 真的 安检到取票安检 然后都特别的快 效率特别的高 人也少 也特别的大 我给大家拍一拍 我本来觉得赶不上了呢 现在 现在我居然还有时间 能吃顿饭 太幸福了 给大家看看大型机场 大型机场的建筑特别有艺术法 大型机场的美食特别多 居然还有虾不虾不火锅 要不是我今天时间赶 我就在这吃顿火锅 我的天哪 你猜怎么着 我还能吃一碗面 啊好幸福啊 这个好可爱啊 拍一拍它 现在距离登机还有20分钟 还够吃一碗面 哦这个面看起来好好看 好有食欲 至于为什么有两个果立成 是因为 我点了一个套餐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套餐 我以为就是一碗面 这个套餐包括一个面 一个卤蛋 一个果立成 然后我单点了一个果立成 所以现在我就有两个果立成 真香啊 我现在已经顺利登机啦 OK我现在已经闪现到上海了 然后跟毛毛已经会合啦 我们接下来去酒店 然后吃点东西休息一下 明天就开始正式的工作了 早上好 我们现在在化妆 化完妆去参加活动 我们现在出发去场地 今天天气超级棒 哇后面的云超级好看 就有点像漫画里的感觉了 给大家拍一张照片感受一下 顺便大家一起来测评一下 它的拍照效果 哈哈哈 今天的妆化的有点不太好看 我觉得 有点浓 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手机的电量 从昨天晚 昨天下午2点我出门 是满电 然后经过路上拍Vlog 就是前面大家看到的那些 再加上待机一整晚 我昨天也没有给它充电 然后它现在的剩余电量还有80% 非常不错了 也就是说即便我出差的时候 晚上忘了充电 那第二天我拿起来的时候 我心里还是挺有安全感的 然后我今天一边工作也会再去录一些Vlog 然后看看它这么轻薄的机身里面 到底这个续航表现怎么样 从目前来看还是不错的 然后我们现在在彩排对脚本 今天是一个综艺节目的录制 诶我也要录综艺了呢 然后我现在身边有一个朋友 是我们上海的朋友 对是我们上海的朋友 也不算粉丝吧 因为我们的视频全国各地都有人看 所以我全国各地都有朋友 走哪都有人请吃饭 是吧 欢迎大家关注伊瓦的科技生活 耶 我们合个影吧 合个影吧 正好我现在在用小米CV 在拍测评视频 然后你作为男生 你对美颜是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美颜好强 是吧 已经不像我了 我给你拍张照片感受一下 毛毛你觉得这个美颜怎么样 好看 特别自然 看皮肤 哦好好 你皮肤就这么好 哈哈哈 就是你对于美颜的需求是啥 自然 然后不要过度的美颜就可以了 嗯 就是拍视频美颜是你的强 是你的刚需吗 非常是 而且如果有美颜相机的话 你拍出来的视频会特别苦 如果用自己手机自在的那个相机去拍摄的话 有美颜的话那就更好了 嗯 那男生对于美颜是不是没有什么 你对于美颜是不是没有什么需求 没有什么需求 尽量真实一点 哈哈哈 你长得丑 哈哈哈 太不科学 不科学吗 你觉得现在的你不像你吗 不像 你就是这么帅呀 你像娃娃脸了已经 已经像娃娃脸了 对 还好呀 比我比我 就是我肉眼看 其实现在的你 就还好 只是皮肤变好了一些 嗯 嗯 还就是美颜抹皮 然后 瘦脸 大眼 都给拍了 哈哈哈 你本来就小 哈哈哈 可以可以 哦这是它的后置 但它的后置摄像头脸有点黄 对 它这个还没调好 因为我们现在拿的评测机 我觉得它是没有调好 就它后置没有前置那么好 就它蜡黄蜡黄的 嗯嗯嗯 你一般都会调哪些项目呀 嗯 嗯 一般就是 瘦个脸啊 然后那个皮肤 就是肤色 对 稍微那个提亮一点 嗯 我一般是这样 然后哎有没有发际线 哈哈哈哈 我知道它发际线要整 只有你拍个 你拍个照片看一下 看一下 它真的可以调发际线 真的有发际线啊 对啊你看它是可以 有效果吗 有有它可以往下拉一点 蛮好的 你觉得美颜对你是刚需吗 肯定 哈哈哈哈 如果有一个美颜相机 我就可以不用上 我就不用上机了 对我就可以直接这样 哦 你试一下它的视频 你试一下用它录视频 就是在 哦哦 这个是这个 你直接用它 它视频也是 它也是有美颜的 视频也是有美颜的 那好方便啊 感觉可以直接用这个来拍片子了 对对对 所以女生其实对这点还是比较天的 非常在意 非常在意 这个男生应该也都挺在意的 嗯 那我们拍个合影吧 哎呀 然后现在是下午1点钟 这个手机的电量还剩66% 这中间也基本上是老拿出来拍视频呀 拍照片 所以真的还是很棒的一个表现 因为它太轻了 它现在的电池的续航能力 我目前看还是觉得非常OK的 然后下午我会再拍一拍 看看什么时候能把它耗到煤店 能不能撑得住 撑到我们回北京 因为我今天录完节目 马上晚上我们就赶飞机回去 我们在吃工作餐 不想吃河饭 都自己点的米线 对 然后刚才吃完了米粉 工作人员又拿来了一个奶茶 你说我喝是不喝的 看到这个高度大家也发现了 我没有拒绝住诱惑 我喝甜的怎么这么快乐 奶茶为什么会让人这么快乐 我们现在已经录制完毕了 然后 但是 我可能赶不上今天晚上的飞机了 我又特别想今天晚上回去 因为我现在的合作还在48小时内 而且我想早点回去陪小火箭 所以我们现在要赶7点55的飞机 但是现在已经快要6点半了 应该可以的 加油 现在是晚上的时间 暗光环境下 我正在用小米4月的前置录像功能 来拍摄 都这样了还不忘做特评 大家还不给个赞吗 出发 好了好了 好了 应该差不多 现在7点钟我们已经到这了 20分钟完成 安检的话 应该还是能赶上登机口的 加油 赶上了赶上了 刚走到已经开始登机了 回北京回北京 这么晚居然是百度车 就是晚上上百度车就觉得很烦 我刚发现个事儿就是现在已经是晚上的 9点50了 然后我这部手机还有50%的电 还挺牛的 OK 现在是晚上的10点钟 已经落地大星了 然后马上就要回家 回到家大概 11点多吧 然后这次出差呢 全部都是在拿小米CV2来去拍摄 我在它一直插着卡 然后开着5G流量的情况下 但是我没有登微信啊 没有做其他的操作 只是用它来录视频 并且开着流量 然后从昨天下午2点出门 到现在它还剩50%的电 就是 当然我没有做什么娱乐化操作呀 或者重度使用 但是拍视频本身确实挺耗电的 那它这个续航能力 我觉得把它作为我的一个 目前来讲的一个备用机 然后拍拍Vlog 拍拍视频 拍拍自拍的照片 我觉得是非常满意的 尤其是在它那么轻 那么薄的前提下 它第二个点就是说它的轻薄 因为我现在全程都是手持 我也没有拿稳定器 也没有拿指甲 全部都是手持 它基本上就不会给我造成任何的额外负担 另外一个就是它视频可以美颜 比如说现在已经是晚上 就是妆容也都花了 但是它拍出来好像也还可以 对吧最起码比iPhone要强 其实对于女生来说 前置自拍视频和图片的美颜 还是比较高区的 咋说呢也不是说女生都特别的 不能接受真实的自己 就是我们本来的样子就是现在的样子 只不过有的手机会把我们拍丑 然后现在外面已经是出口了 我没有戴口罩是因为我方圆10米之内都没有人 但同时也有它不太好的地方 就是首先就是我自拍的时候 所有的设置它都会默认清掉 就是我这次拍视频调好的美颜的参数 它下次再进去的时候会被默认清掉 然后我还要重新点一下 另外就是它后置拍摄的人像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现在评测机 还有待进一步优化 就是它后置没有前置好 其他的更多的还需要在后续慢慢使用跟体验 但是目前而言我对它还讲还是比较满意的 就是一个是续航一个是重量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前置自拍视频和图片的效果 OK现在就真的要回去了 然后后面就是出口了 其实我每一次出差就是这么风风火火 常关注我的人也都会知道 有时候去上海出差就是当天晚反 早晨赶早班机晚上就赶晚班机飞回来 为什么要这么赶呢 其实一方面是我不喜欢时间浪费在路上 另外一方面是比如我今天回来的话 小火箭明天早晨就可以看见我 就我希望他第二天睁开眼睛的时候能看到妈妈 唉好了回去找我亲爱的小火箭了 拜拜大家拜拜 拜拜